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1号 两次呢 涨跌互线是吧 今天它怕也可以 导致 shadow啊 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 然后呢这大盘骨涨呢 小盘骨是下跌的 盘中呢也是出现了 这个分化 但这个分化有点意思啊 从上的指数来看呢是白色线在上边 黄色线在下边 可是在深层纸呢 它是黄色线在上边 白色线在下边 它两个指数不一样 两个指数不一样 今天的整体来讲 大盘蓝筹的天下啊 你看涨幅的前几名 工程机械 汽车制造 水泥 钢铁 保险 银行 房地产 这等一下话咱们还重点谈了 那个房地产是吧 还有这个交通运输啊什么的 菜局啊什么的 大家伙们 大家伙们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啊 指数呢 我们是以深层纸为主的 我们是以深层纸为主的 399 这个001 所以深层纸呢 今天是下跌了 0.64% 创业板指数下跌了 0.9% 这个序列啊 没有消失啊 因为它是跟4天前的价格对比 就是这个价格跟这儿的价格对比 没有消失 它只是隐藏 隐藏和消失不一样 消失是相当于这个序列已经结束了 隐藏的是 判断它低于50% 所以不出 下一个周期呢 就跟明天的收盘 跟这个这一天的收盘价格 进行对比 12月6号 9878点 这个啊 这一天 12月6号 9878 比如说明天的收盘价格 明天的收盘价格 如果高于9878 序列还会出现 如果高于9939 顿化还会出现 所以现在呢 今天的一天呢 不说明什么问题 也不关键 所以昨天就说 今天是啊 打酱油的黄道几日 今天不打酱油 都是白瞎那个日子了 好吧 今天不重要啊 今天不重要 咱们聊聊天是吧 今天下午讲了 这个关于房地产行业 为什么会赢家通吃 将来头部的房地产行业 会占到市场份额的 35%左右 剩下的85%的小的房地产商会死掉 很现实 很残酷啊 原因是什么 逻辑推理是什么 过程是什么 都跟大家说了很清楚啊 每天咱们都有一个讨论的热点 是吧 讨论的热点 稍等 好 我们再 再接着来 再接着来 假如说啊 没有顿化 序列其实它有没有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它很快 像明天或者是后天呢 就就定论了 有没有序列 是吧 没有序列呢 最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顿化 如果没有顿化 再出绿角线 那么前面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峰值啊 红角线峰值就没了 就要跟这个峰值进行对比了 所以日线的顶部结构的级别 即便出现 也是比较小的 很小 日线级别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以后的市场的判定呢 结构如果级别小 就应该以趋势为主要依托 对吧 级别大呢 是另说的 本来呢 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二三四 天星期三是吧 还有好 还好是吧 还明天星期四 然后周五 二三四 如果有中阳线的话呢 就是注意周五 二三四 如果没有中阳线呢 注意的时间不确定 对吧 仍要关注日线的顶部的顿化 但关注日线的顶部顿化 其实量化的标准就是高于 收盘价格高于9939 没高于你就不用看 或者是跌穿趋势 跌穿趋势 如果再跌穿趋势 第八次也错了 对吧 也错 等着呗 等着市场有结论呗 我们再看一下三十分钟线啊 三十分钟线呢 是市场现在横着走 横着走啊 但MCD只能往下走 这三十分钟线 如果再向上突破的话 创这个地方的最高值 出两根红角线 三十分钟线 预计会有顿化 我也看了六十分钟和九十分钟 近期呢 六十分钟和九十分钟 没有 级别比较大 近期观察的重点呢 就是第一个 收盘价格是否高于9939 第二个 趋势 短期趋势是否被向下突破 破位 向下破位啊 就这两点 别的 相当三十分钟啊 不是 不是关键啊 不是核心 好不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答疑啊 要讲的内容实在是不多 毕竟它是打酱油的黄道吉日 是吧 老师如果这里上涨突破了 后面还有决战吗 有啊 当然有啊 想打的仗 后面会打上的 不用急 环安城市猎人 黄祁凡称 有九个方面的基础制度 不完善导致了如今的结果 证件会和有关部门 正在长期资本如何焦距的问题 包括了社保资金等 都在紧锣密狗的研究 相信今后的几年 这一方面 长期资本会增长 十万亿 二十万亿 都是势在必须的 这个黄总啊 黄总是高手啊 我一直跟大家说 黄总是高手 那董行 是吧 和董行 这个长期资本啊 就类似于啊 这个我们比方说 股票的总市值是多少 其中有一部分的资本呢 就是长期资本 总市值呢 就好比容量 我这个去年一季度策略会的时候 今年吧 我谈到过这个容量的这个概念 谈到过这个容量的概念 长期资本 它锁定底部的容量 自然 这个股市 相对来讲 就容易 出增量 好 所以长期资本入市啊 这个绝对是一个大的正确的方向啊 耐心点 大家耐心点 结构的级别 最主要看 结构的级别 最主要看 顿化到消失的 时间周期 对啊 最主要看这个 有的时候出顿化 半天不消失 有的时候出顿化 一天就消失 对吧 就不能说半天和一天 有的时候出顿化 就很久不消失 有的时候出顿化 一个周期就消失 中国的语言技术吧 语言艺术吧 就太庞大精深了 中国队大胜美国队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大败美国队 还是中国队赢了 你看刚才说半天 不消失 没有一天消失 算了 这个别解释了 呦 这个越来越慢 是吧 科创版现在什么情况 正常情况呗 还能啥情况啊 科创版是吧 正常情况啊 没啥这个别的 小明老师 今天的课说到我心坎里了 正是我的感受 我们是建筑行业的 你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我们的学历史啊 和转型的方向 好吧 不管干什么行业啊 一定要深入思考 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有一个 刚才有一个说 这个创业搞装修的 对吧 干成了民工 你如果深入思考的 这个能力足够 你就应该能想到 你会干成民工 至少你要想到 想到过 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代表你才有 就是说任何的情况 都考虑到了 都考虑到了 现在房地产行业不好 建筑自然是有问题吗 有影响吗 大家耐心一点 大家耐心一点 你现在不耐心也没招 你能把市场怎么低 所以你看咱们每天 打打酱油 讲讲 昨天我们讲的 什么话题来着 昨天讲的是资金面 这个话题 对吧 今天咱们讲的是房地产 这个行业的问题 今天又谈到了 这个以前就说过的 这个八个字 对吧 下跌珠心 现在很多房地产 小的房地产老板 就出于这种状态 这种珠心 就是感觉看不到希望 每天都很痛苦 最后验证了另外的一句话 很多事情不是死于饥饿 而是死于欲望 他想做大 想变成 知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吧 拿地 然后这个 想银行批款 然后销售回款 然后来支撑下去 我接下午说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 很多小的房地产商 由于他的资金流动性不好 或者资金不足 导致他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这个资金不足 假如说刚才做建筑的 每次都先给你钱 你再干活 那你是不是干劲就足了 干着干着你没钱了 你说这活还继续干下去 还是不干了 所以资金其实是导致 这个效率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小的房地产商资金不足 我下午说了一个逻辑 就是 为什么他在过去能生存 是因为房价在一直涨 房价上涨的空间 来弥补效率不足的时间 用空间来换时间 有的 我认识的一个 就是在08年挺惨的 就负资产了 但这个人承受力很强 该打高尔夫打高尔夫 该干什么干什么 一点也不愁 反正债多了也不愁 最后到09年 10年房地产市场恢复的时候 他那块地就挣了好几个亿 除了所有的 这个都缓上了之后 就挣了好几个亿 所以这就是 时也 运也 命也 对吧 这不是 这不是说你有地就行的 现在我感觉很多的 这个房地产商都不拿地了 干嘛拿地呢 拿地你还得开发 不开发被收回 对吧 并购啊 下跌有诛心的人 就会有练功收失的人 我说这个 我今天谈到的一个 孙宏斌啊 就是这个融创 融创他练功的地方 就是高效率 他买这个 大来万拿的这个资产 比方说一共七八百亿 第一笔付一百亿 第二笔付多少 他第一笔付钱的这个阶段 销售团队就入住大来万拿了 然后呢 这个第二 第一笔刚付了 第二笔钱 就已经在销售部门卖出来了 比方说第二笔付 一百五十亿 那销售部门卖了一百七十个亿 第一个 合同一签 第一笔款一付 销售部门就开始入住 这种效率 这种回款效率 它是它最大的强项 但是这原来也这个 我记得有一个采访的说 说很多企业是不注重销售的 但其实销售是非常重要的 碧桂园 碧桂园曾经在一次的这个 也是一次节目当中也说过 就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开发的效率问题 就从哪地到开发 到这个这个 最终可以入住的时间的周期的问题 资金周转率嘛 资金周转率嘛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 就是有钱呢 它会效率越来越高 它也知道这个是练内功的时候 我就要抓效率 抓回款率 然后呢 我的现金流就一直很正常 对不对 这个小的呢 他越没钱的呢 他就越出现问题 原来呢 还可以用空间来换时间 房价涨 大不了我就慢慢卖呗 对吧 现在来讲呢 这个房价一致涨 一致涨就是什么 空间换不了时间了 旧的抓效率 好不好 这就是核心竞争力了 就叫练功 融创的练功 就是抓销售 抓销售 练完功之后就开始收尸 对吧 哪些就不行呢 就开始收尸 当然有的不一定是运营不行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地方不行 各种不行的 所以将来我觉得 我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话 我觉得 领东将至 还没到最寒冷的时候 等着 然后收尸去 就并购 玩不下去的项目 省得拿地了都 好吧 上市公司的现金流 是不是越多 当然了 上市公司现在现金流 要是多的话 当然了 有些公司就叫做现金奶牛 对吧 有些商场公司叫做现金奶牛 不断的在产生现金流 这样的公司当然好了 跟着老师去收尸 我又不是干房地产的 收什么尸 我在股票上想收点尸 去年一月份咱们没收啊 一月四号对不对 是不是收了很多尸体 当时我就说 下跌诸心 练功收尸 今天本来打算在收地儿了 是吧 结果呢 这个今年到现在为止的 都是横着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大家耐心点啊 没有尸体 硬收 把人回去炸尸了 怎么办 不得把你吓死了 领冬将至 叶王就要来了 叶王 几面就挂了 是吧 刚出来就挂了 叶王 被二压收拾了 咱不说别的老师啊 不要提那个 陈安里的话啊 不要提其他老师 不提别人 是对别人的尊重啊 不光这个房地产行业啊 这科技行业也很多 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这科技行业死了多少 死了多少 这个A轮B轮C轮 也有叫C轮死的是吧 知名的项目 死了多少 这一年两年的 就是18年和19年 今年 挺惨的啊 自己面太紧了 挺惨的 老师你心比较很收尸 我们挑一挑 希望他能够抢又回来 这才是收尸的意义 对吧 你收完之后 回去还是个尸 你收他干嘛 其实叫做被错杀的 市场有些时候 在一个大的环境里 会被错杀 孙宏斌其实他 他之所以 后来搞的一个并购啊 这个房地产并购啊 是因为他做顺持的时候 他说顺持是一个优质资产 但是资金音量已经断了 不得已在那个时候 以很低的价格卖出去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他含着泪 你就想象那个画面感啊 他含着泪 把一个非常优质的资产 不得已用非常低的价格 卖出去 是吧 画面感能感觉到吗 然后转身一变 人家现在变成了 专门去买 去收购那些含着泪 把它运营不下去的资产 专门干这个事去了 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的 那件事 或者是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机的 那个资产的性价比 所以我刚才说练功收失 就是他先做好自己 然后有很大的现金流 有人说 我问他买云南成都一百个亿怎么来的 他说我一天卖一百个亿 我一个月卖一百个亿 账上的现金很多 花一百个亿就类似于小时候科一样 所以练功先练好了 然后就收拾嘛 收拾就等着呗 小的人家大的都 这个大公司都看不上 好吧 所以其实啊 一个失败的经历啊 就是他在顺持 失败的经历 是他现在并购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吧 他知道很多人 真是熬不下去的时候 那优质资产 打折出售啊 是吧 然后呢 他知道这是优质资产 然后呢 他又有钱 你打折出售呢 我就买 对吧 盘个价格买 买完之后 派我的优质团队进去 把优质资产盘活 往处一脉 这就是顺持的 不 这就是融创的模式 模式 你这个模式当中 有很多这个效率问题 对吧 资金回款要快 很多把一个 很多人做了一些项目 那死在这个 逻辑不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一个短钱 用在一个长项目上 教育啊 医疗啊 这些都是长项目 养老啊等等 对吧 他把一个短钱 就是 短期用的钱 这个融资款 用在一个长项目上 那你逼死了就 耐心点啊 耐心点 昨天我们讲 那个资金面的时候 说现在啊 股市是 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啊 股市啊 你老人家啊 争点气吧 不争馒头 争口气吧 现在如果行情好啊 这个各路资金都会进来 实在没地儿去了 老百姓的资金 都没地儿去了 对 耐心点啊 耐心点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价值优选功能还加强吗 价值优选主要是高 OE 就高净子产收益率的 全行 全全全全 全股票排行 对吧 高净子产收益率 我一直在考虑 要不要加其他因素啊 比方叫加流动盘 什么的 后来觉得可能纯粹的会好一点啊 无非就是算法 我们改成TDM算法了 投资太难了 不难 不难 我今天说的这个逻辑就是 你在打加油的时候 干嘛非得看烟花呢 打加油一般白天是吧 看烟花一般晚上 今天这种日子 你要非要是做 做投资 那不就是相对来讲 就是不对嘛 那有些时候就会很容易啊 今年一季度不就特别容易吗 你想赔钱都难 你只要你今年一季度做下去 是不是想赔钱都难 很难赔 对吧 不过啥行情嘛 啥子都能赚钱 这个今年的行情 我们判断就是这么判断的 明年吧 后年吧 就好过了是吧 日子就好过了 今年就熬着呗 咱们也练功 好不好 能不能收到师 不知道 那咱们的功先练好呗 震荡的时候 我们练功练得还不错啊 现在我们改成练单边功了 是吧 单边功 现在你还不能证明 我们的这个震荡策略 转成这个单边策略的 这种战略性转移啊 是错的 还不能证明吧 等着呗 耐心等啊 葵花宝典第一层 适营率 适净率 净资产收益率 怎么比较呢 有的只有一项高 有的两项很低 有的就两项高 一项低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这个同项的啊 就是适应率好的 但是适应率 它跟精资产收益率 它俩是反的呀 适应率是越低越好 精资产收益率是越高越好 但是他们就是说 业绩越好 他精资产收益率就越高 这个适应率就越低 适应率 对吧 他们都有一个逻辑啊 跟业绩都是有关系的 但实际上精资产收益 我们为什么单讲那个 就是单把精资产收益率拿出来啊 这个知名啊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适应率知名 但实际上精资产收益率 RE 它才是最知名的 巴佩特逻辑 好吧 咱们别假设啊 大家又在假设C 这可能也怪我是吧 前期跟大家灌输C的思想太深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 我们只是转化成单边趋势 但并不太判断它是单边上升还是单边下跌 好吧 我们不判断 但走C呢 就基本跟我们年初判断的全年的走势是一致的了 走C呢 我是完全知道在哪抄的 在哪抄的一个底是吧 不走C 不走C 这一大波行情 就这个 我不断的跟大家说明年后年就代表了 就这种行情你是不能错过的 我不能说你后悔终身 你错过了后悔11年 后悔你个诸葛拉 后悔你个诸葛拉周期 是吧 后悔你个康尔布尔 好吧 不要这个根深蒂固的 就认为这个一定会有C 改变思想 改变思想 现在我刚才说了 就是咱们现在优势的就是 挨打了就算没打着 最应该享受趋势红利的这帮人 这一群人 现在没享受到 对吧 最应该享受趋势红利的 然后我们如果调过来之后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起 就代表我们的起跑线 要比他们好一点 这就是竞争优势 任何行业都要考虑竞争优势 任何行业 注意啊 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刚才那个说 做装修 给自己做成了民工 这创业创的 如果你没有提前想到的话 我觉得你的思考能力 是不及格了 好吧 好了 不多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